我其實蠻想在底下不要上來 因為我蠻愛哭的 可是今天我不會哭啦 今天我講笑話好了 其實我以前每次演講 講話都蠻好笑的 從以前到現在 我每次演講 底下就可以笑到地下地上 我只有來這邊會哭 很奇怪 所以我只能靠講笑話來掩飾我的悲傷 我講一個柯一正的笑話好了 柯一正不在吧 那我講兩個笑話 其實柯一正這個人 他每次都諷刺我說 我很愛哭 其實柯一正非常愛哭 然後大家都不知道他多愛哭 只有我知道 每一次看電影 那個電影不管多爛 多麼三天電影 多麼三情的電影 很爛很爛的電影 他只要看到男生跟女生兩個人 從海灘的兩邊這樣互相跑過來 還沒有擁抱他就開始哭了 麻雀騙鳳凰 麻雀騙鳳凰在哭 他所有不好 不應該哭的地方 沒什麼好哭的 也不悲傷的 拍的很爛的畫面 他跟著哭 可是哭完以後 總出來眼淚一擦說他不會哭 所以他在這邊從來沒有哭過 我不相信 你看那個吳以豐從來不哭 今天也快哭了 柯一正不在講第二個笑話 柯一正這個人 越老越多女人愛他 他年輕的時候更多人愛他 我每次經過咖啡店 他以前公司開在一個我很熟悉的地方 因為我以前跟他開過公司 我現在還是他的股東 他開一家咖啡公司 隔壁有的咖啡店 我每次從公司出來 經過咖啡店 都會看到柯一正跟另外一個不同的女生 坐在裡面喝咖啡 可是那個女生每次都是非常寒情默默的看著柯一正 柯一正每次只說一句話 這句話你一定要記得 他就嘆一口氣 對著女生說 請你不要愛上我 愛上我 你會很慘這樣子 因為太多人愛我了 我是不會愛人的 這是柯一正兩個笑話 今天你們可能有人吃到那個大埔的那個姜糖 是我帶來的兩罐 今天早上起來看到那個 手機一打開 第一個跳出來就是那個大埔的那個在台中高分院 高等法院判的那個是勝訴 我非常高興 想說經過這五年 終於有一次勝訴 因為前一次是敗訴 那 就會忽然想到說其實經過那麼多的努力 原來我們對大埔事件都是模模糊糊的 還好有這個五六運動的這個平台 有一次來了一對大學男女生站在台上 講他們怎麼樣捍衛大埔 講他們怎麼用鐵鏈綁在一起 兩個人 他們大學生怎麼用鐵鏈綁在一起 然後抵擋那個警察的拆 那我想那個畫面真的很感動我們 所以後來我們 這些比較年紀大的人就捲進去 所有跟大埔有關的事件 包括 有學生被打受傷 被警察推受傷到醫院去 我們就去營救 去了七八個導演去營救 包括後來我們去大埔放電影 我們也去參加那個放電影 希望以後每年大埔都辦電影節 還有後來遊行 後來剛剛那個總教練有講過很多 我們五六運動的很多志工的話 去幫忙收拾一些殘局 最後遊行最後到內政部佔領內政部 種了很多菜 種了很多菜以後每隔一個禮拜我都去拍照 那個菜有幫忙長大 這樣子 現在我不知道 可能被人家吃掉了 總而言之有這個結果 雖然不是最後的結果 還是蠻高興的 昨天晚上我跟一些 那個非核團體 就是反核團體的一些人碰面 大家聊到今年 剛剛方檢先生講了說 六月份安全檢查可能會通過 九月份那個燃料板就要插進去 那針對這個問題 其實我們都討論過 我們可能會做出一些簡單的幾個原則 在今年開始發動 希望能夠阻止燃料板插進去 我們的方法很簡單 一個就是提取法律的訴訟 其實很多人已經在做了 就是法律訴訟 告他違法或者是違憲等等 第二個就是我們用這個五六運動 產生了一個透明聯盟 我們開始推薦一些所有的 跟我們志同道合的人去選舉 從那個里長開始選 我希望很多年輕人參加選里長 從里長到市議員 地方選舉到縣市長 本來柯正跟吳宇峰叫我選市長 我有講過說我很怕我選上 所以我今天就不出來了 但是我們會推翻人出來選 總而言之我們要積極一點 除了法律訴訟之外 第一個就是我們鼓勵很多年輕人出來參選 盡量是年輕人出來選里長 選先市議員選市長 希望這樣子 第三個就是當然是3月8號9號 又到了一週年的時候 我們又可以開始做很大型的 這個抗爭的活動跟遊行 希望能夠阻止這個燃料辦插進去 不過我覺得燃料辦插進去這件事情 不會那麼簡單 因為公投的事情還沒有過 所以其實我覺得不會那麼簡單 但是我們已經做了一些大家 開始分工 就是所有的那個 所有的這個反額團體大家分工 不同單位做不同的事情 大概昨天晚上我們聊了一下 所以基本上 我覺得2014是一個很有希望的一年 我今天今天晚上發表一篇文章在雅虎 你們可以看一下 在雅虎有個專欄 我發表一篇文章叫做 對不起我們提早過年 我們提早跨年了 我就是寫說 12月27年12月27號 我們在這邊提早跨年了 為什麼要提早跨年 因為我們迫不及待趕快脫離這個 2013年這麼痛苦的一年 趕快進到2014年 因為我預計2014年是我們這個 所有反抗運動開始會開發結果的一年 所以我們對不起 我們先跨年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早點進入2014 現在2014來了 今天早上第一個好消息就是 大埔事件 我希望這一整年 大家充滿信心的 我覺得我們會勝利 謝謝